这个代码很容易错 就是像我敲的时候 我对着敲都敲错了 所以正常 如果你Coffee Pace的会好一点 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Redux能够把 首先它是个单向数据流 这个东西要搞清楚 那么单向数据流以后 就变成说每一个原来是 数据分配在不同的组件之间 那么现在就变成说 所有的数据放在Redux 所产生成的一个叫Star的东西里面 然后你需要 你就从Star里面去调它的get state 拿到一个完整的大对象 然后如果你要想改它 对不起 你自己制作一个action 然后把这个action抛出去 当然来讲 这个Redux做的已经非常非常的贴心了 它把所有的这些东西 全都给你弄好了 也就而且我们把它整个 缩在两个文件里面 一个文件叫Actions Actions定义了很原始的 像这种字符串 像这种里边的这个function 然后还有一个叫Star Star是在里边定义了整个Redux的这些东西 然后那么你作为任何一个组件 就是你要用的时候 然后用一个connect 然后用这个connect以后 connect里面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它是在当Redux有数据更新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会调容 它会回调调容那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会干嘛呢 会在这个地方返回一个 把你自己的props state 加在一起 然后叠加在一起的一个东西 它会把这个state的改变 放到你的props里面 也就是任何一个人 如果想用这个改动 只要在他的 在connect里面 把这个东西连进来 连进来以后呢 那么 然后需要用的时候 需要读的时候 直接是在自己的props上拿 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说有了改动 那么它就会自动的更新到你的props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呢 有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呢 是干嘛用的呢 是当你要向star 去抛某个action的时候 dispatch一个action的时候 那么这个function 其实来讲是用于返回一个action的 那么它其实来讲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是一堆函数 这些函数 专门返回一个action的对象 我们已经看见了 那么它的定义 全部都在actions里面 所以你只要把底下这一行 这一行数据实在话 只有哪个地方需要改呢 只有这个地方需要改和这个地方 就你需要抛哪个action 这写一个 而且这个也在actions里面 actions.js定义 然后这个呢 就是你的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是那个lay的名字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那么我们其实来讲 这行你尽量复制粘贴就行 你要自己敲 敲错了 然后你去debug 然后还得把它展开 这比较麻烦 好 那么这个东西有了以后 那么事实上来说 我们在app.js底下 凡是包裹在 不是这个地方 sorry 凡是包裹在provider里面 然后基于style下去的 所有的里面的地方 那么每一个类 包括app.js 包括 那什么 所有的这些 类里面 那么它都能同时的获得数据更新 就是说 大家拥有了一个完整的数据 原来原先数据分布在每一个组件里边 就像原来我们的state 然后你要通信的时候 就是state props 我们前面讲过两个组件之间怎么通信 负与子之间怎么通信 子与负子之间怎么通信 那么这个其实来讲是非常麻烦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拿一个redux 进去以后 所有东西全部干掉 OK 那这个世界就清静了 那么底下就有一个问题 说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提到这儿呢 代码更加优雅 这个作案 然后呢 我们的第七个例子呢 是让他同时支持redux和router 他就说这事有问题吗 有 因为这两个写的时候 互相写的时候呢 之间没有 怎么说呢 就是互相之间没有相互交代 没有交代的情况下呢 就产生一个后果 就是会有一些比较tricky的东西 当然来讲有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有 那么我一会呢 会告诉大家 一哪里有问题 第二 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你们未来遇到这个东西 该怎么办 好吧 然后呢 首先呢 我们要新建一个项目 这是007 那么我们 因为folder的话 又不能那什么 那么我们新建一个 叫007-07的 那么一个文件夹 稍等我看一下在哪 不名 Red Code 在这新建一个 在这新建一个007-07 我们先留着它 然后我们在这要 先起一个 错了 起这命令行工具 应该是run as administrator CMD 记住啊 所有的这个东西 必须是以管理员身份来运行 好大 能小一点 OK 然后呢 先考到这个位置 Costpart Copypass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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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2 这是所有那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make Di2 007 我不连着去做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第七号 case 那么我就标一个下标 但是前面007 你会知道前面有六个 因为我要弄特别多的话 你们拷贝起来 代码也不在一块麻烦 但这个呢 是最好是换一下 因为里边代码的结构变了 否则大家看起来会非常乱 那么在这做007-07 做完007-07以后呢 我们不再用 Create React App了 因为来讲 这个里面有些东西 我们要改 Create App里面 有些东西 它全部封在一个script里面呢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来用我们前一段时间 做的一个 这个是那天我花了五分钟 自己做了一个 这个叫react init 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干净的框架 你进去以后 直接npm install 然后就可以 可以整个把它建立起来 那么而且里面所有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写的那套东西 不 不对不对 这个 就是我们自己写的那套东西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干干净净的 app.js 然后有component的文件夹 完事了 然后呢 我们先把它考过来 就未来你要想用 用那什么的话呢 就是 用这个准备 就是Ctrl C 其实还是在这个文件夹里 进到007-07 Ctrl V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运行一个 CMD CD007 下方线07 第二东西都在里面 然后npm install npm install的话呢 它npm install的话 应该是CMD install 然后这样的话 它会按照package.json 因为我们说package.json 是第二空间的 是用于安装包空间的 那么它在这里面 会把所有包给你安装一下 因为你看 我现在这个考过来 我是把这个等于删空了 这底下啥都没有 那等于一个包都没有 明白吧 那么因为那个包特别大 大家可以试试去压缩 这个里面文件 别管是拷贝还是压缩 这里面都有巨多的东西 所以一般我们拷贝的时候 都把它删干净 回车 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稍微的等它一下 好 整个现在这个呢 就安装完成 那么安装完成以后的话呢 那么我们在 这底下呢 还得做一点工作 就是把其他文件的 文件件里的东西 一些东西考过来 比如刚才呢 我们会用到 这个两个child 把它考到这边来 src component ok 然后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需要刚才的这几个文件 就是扒了干净的这几个文件 在007 src 我们需要star 我们需要actions 我们还需要哪个 这两战士 其他的不需要 ok 我们control c 07-07 然后是src ok 然后呢 这两个 这个文件能完 那么我们把它考到这边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 把相应的 看一下 就要改相应的东西 那么我们先把其他文件夹关掉 close all 然后呢 把007里边的 这个 js和 这个打开 那么我们相应的 要把这个代码改过来 因为我们也开始 还是需要provider 这里面现在这两个东西呢 是没有provider的 这个和这个 那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index.js呢 这个里面我们直接从这边考 考完了以后呢 我们过来看一下 哪些东西 其实是不需要的 再删 这么拿过来以后 比较 这个有 这个有 render 然后这边呢 我们事实上是没有index.css的 所以这个可以去掉 上面两行一样 这个可以拿掉 然后呢 他也要演app 这个没问题 保留上面这行 然后这有一个service.worker 这个我们不要 没用 然后呢 这行我们保留 这行我们保留 这两行是我们需要的 然后在rand的时候呢 保留他 把这个东西拿掉 然后把这个东西 就是保留他 所以把这个东西 app 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边挂载点 是app 所以我们要把挂载点改一下 小问题 不是大问题 app 然后在这呢 我们会保留这个provider 保留底下这个函数 把上面这个去掉 然后把这个呢 烤到这里边来 ok 看上去清楚多了 然后呢 底下呢 是app 关于app的比较 这个就不用了 关掉 app呢 这块呢 这是整个我们看到的 这个原来的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呢 这是最早的那个样子 把它烤到 烤到这边来 把它烤到这边来的话呢 也是还是对比 上面这条线以上呢 首先我们看react 他多烤了一个component 这个写法还不太一样 这边是对的 这边是对的 没错 这个地方 他的写法在写的时候 runder connect 在一个蹭的时候 我这是有一个react component 这边是没有的 所以呢 把这个加进来 然后往上去烤 然后把这个挪到上面去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一下整个的这个react component 这个 这个没问题了 因为我们 然后呢 底下的这个我们都没有 在我们这个这个是他生成的时候 缺成有 我们没有这个 将包括app.css 呃 这是一样的 可以拿掉 然后呢 像这个里边的bootstripe的 像这些东西呢 我们没有用到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干掉 啊 lice的话 lice倒是有 留着吧 嗯 然后connect和这个 这三个要保留 呃 底下的话呢 要拿这个来替换 上面这个东西 好 现在这个呢 哎 我看一下 他是为什么 呃 这个 位置错 好 那么现在呢 等于是 我们是把刚才的前面那个例子 整个拿过来了 拿过来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 呃 他是不是可以用的 在这个地方呢 然后我们去boot他一下 呃 我先看一下 他这里边呢 我们写的那个什么哈 呃 是 可以先boot的 然后start npm npm run build 看看有没有错 ok 哎 这个是没问题的哈 然后呃 底下我们是npm 啊 run start 这个缺绳 又又把 i1打开了 这个 让我很无语 contra c 嗯 嗯 有错 看一下什么错啊 呃 他说 react dom is not defined 啊 在 这个地方 啊 好吧 可能都刚才多删了哈 嗯 看一下刚才这个 这个这个东西在哪定义的 哦 这儿有啊 react dom 哦 哈 他是这么写的 好 那么现在这个出来了吗 这个跟刚才那个原来那个效果一样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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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